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本就不想放过他 这明显是一桩天大的事件 后果很严重 毕竟是在追杀一个太古祖王 可是人们却笑 难有那种紧迫感 而太古各族也是如此 但想笑却笑不出来 心中很不是滋味 太疯狂了 人族中养的一只乌龟都是一个圣人 将一位强大的古王打得抱头熟窜 还让不让各族活呀 最终 人类修饰皆笑了起来 觉得大快人心 这个灭世人族想震杀圣人的古王 就该被一只伟大的玄武捉一杀 这只黑龟一丝不苟 再后紧追不舍 跑得相当的快 各种道文在其脚下闪烁 如一道流光划过天穷 龙首祖王被逼得快疯了 打又打不过 被一只乌龟这样追杀 他心中来起 憋屈的要死 天道轮回 最终 他运及全身法力 又一次施展最强身则 脑后光芒重举 形成一个巨大的轮盘 照耀虚空 霸王神拳 黑龟也大叫 一双黑色的老拳无限膨胀 如两座黑色大山一样砸了下去 让这天地共鸣响声隆隆 最后 在一片璀璨的光芒中 一双黑色的老拳轰破宝轮打碎光芒 击溃了这道神则 不理声 龙首古王炸开 元神之光还想逃 但却被黑龟一下子堵住了 他将身子缩进体内 龟壳化成一个黑色的墨盘 隆隆的碾压而过 龙首古王惨叫 蕴海一声的精气全部爆发 但却无法击穿龟甲 他被黑色的墨盘碾成了鸡粉 各种流光飞蛇 虚空中血雨纷飞 而后化成赤光燃烧 这片天穷塌险 不断毁灭成为一片破败之地 一代祖王陨落 无量光在燃烧冲销而上 各种大道法则冲击 一道又一道杂乱无章 成为一片乱流 无人敢介入 唯有等他自己消失 腰池净土派人们震撼 一位太古王就这样被震杀了 血溅昌空化成光炬 从世上出名 太古古族鸦雀无声 一个强大的祖王就这样被杀了 被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甚至很滑稽的黑龟给打爆了 人族不是几乎没有什么圣人吗 怎么养了一只龟都这么厉害了 让人发毛 天空中那只龟一本正经 很严肃地说道 记住 我是伟大的玄武 刚才人们还能笑得出来 现在却怎么也没有那种心情了 一代祖王被打爆 这个龟谁能惹呀 满族怎么会有这样一只强大的圣龟 天皇子自语 脑后的九道神环很炫目 他促起了眉头 皇子 小声一些 两位古道王 他们觉察到这只龟很难惹 摇尺内 落鹰缤纷在一片古树林中 不断有晶莹花瓣飘落 叶凡向蛮族长与老蛮王敬酒表示感谢 净土内很多人都在对饮 心怀舒畅不可一世的龙手古王 被一只乌龟打残 而后废掉 让人觉得很洁气 琴声叮咚 古墓临内 明湖岸边锐光缭绕雾气蒸腾 白鸟来朝一片祥和 太古各族则各个面色阴郁 一位古王当众被杀 让他们心中像有一块大石很不舒服 大会终于要开始了 明天清晨就是正日子 但是一切却如此平静 让许多人都感觉不安 终于在红日西坠时 净土外传来了星域倒转的气息 没有人进来 但却让所有人都恐惧 远古圣人围压铺田盖地 身中悠悠长鸣不止 有无上大人物驾临 所有人都要去迎接 就在那地平线上 几尊身影慢慢走来 一个个身材高大无比 雄伟像是几堵摸山一样 要压榻万古青天 他们走得很慢 但却相当的赦人 每一尊都像是历经无量节 身体与天地大道相结合 荣于道则间 七人 祖族有七位远古圣人即存在 他们连眉而来 走在一起 让大地都快沉陷了 天空中降下各种光滑 天音不觉 像是在为他们而鸣 这是七尊远古圣人 及强者所产生的意境 被天地认可 为他们降下各种祥瑞 每一个人都主掌有独特的神责 七位远古圣人 这样的强者同时出现 光想一想就让人颤离 地平线上被一片赤声的光所淹没 七条高大的身影走来 每一个人都被染上了一层金色的光彩 所有生灵都炎热 内心颤抖无比敬畏 这就是圣人级的存在 需要用一生去仰望 所有人族修士都眼中火热 这如果是人族的圣人该多好啊 整整七位这样登场多么的震撼 然而随着脚步声临近 所有人类修士都如冷水泼头 每一位圣人容貌都不同 带有明显的古族特征 虽然还有预感 但还是忍不住深深的失望 人族能够一下子来七尊远古圣人震慑万族 所有人都生起了一股无力感 这样的太古各部怎么去抗衡 一下子就连妹走来七位古王 压得人要窒息 满族的守护神玄武的确很强 但却独目难知 太古各族一来就是七位 而这远不是全部太过悬殊了 此时摇池外一片宁静 没有一点声息鸦雀无声 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话来 如果不是许多人都坚信无始大帝还活着 这绝对将是一个让人绝望的大事 简直没有一点希望可言 人族欲寻出一尊圣人 都很难 而太古各部却有一群祖王坐镇 相差实在太大了 根本无法抗衡 沐浴霞光身体被镶上金边 他们一步一步走来 长相各不相同 有的声具人头凤凰身 有的人身麒麟头 也有背生三十六对神尺 还有人与人类一模一样的 显然他们不是来自一族 但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不相信无始大帝还活着 与龙首古王一样来此讨个说法 七尊圣人即存在谁能挡住 一支圣规肯定不行 这是一股滔天的战力 可摧毁一切敌手 七大王族联合 叶凡倒昔冷气 别人心中还有一股信念 坚信无始还活着 而他却深知真相 此时通体冰凉 谁人能挡 这才是开始 七位古王收敛了威压 并没有如龙首古王那般不可一世 压迫各族跪下 但是他们却很冰冷 更加的漠然与无情 如七堵山一样 立身在瑶池外 瑶池圣会将要开始 七位祖王降临 让这次大会光彩大盛 有人开口便向恭维了一句 有人族教主开口 请七位前辈里面请 虽然心中有敌意 但却不得不恭敬对待 若是招待不周 恐怕会有大祸 然而七位古王立身在瑶池外 像是没有听到一般 根本就没有理会 脸上冷如冰石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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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